第一名是平安 平安 就是如果了解我的人 应该都能够知道 就是我来这个教会已经有好几年了 然后一直在这里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一步一步的成长 但是 虽然就是说我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 也可以说是心结或是之类的 就是说 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国内上海的教会受洗 然后当时刚受洗之后 就是因为在国内对圣灵的工作认识不是很多 然后也没有特别注重就是有些圣灵的工作 然后后来到就是我们教会来之后 就听说过很多 比如就是被圣灵充满或者医治或者这样一些 然后当时就是会有 一开始会有一些相信或者半信半疑 但是后面听到很多人 特别是身边就是小组里面也有 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过就是特别近的人 然后他们真正经历过被圣灵充满的这样子的经历 然后我就有一种特别想经历到这样一种 就是被圣灵充满或者就是被祷告的时候能够 然后倒在地上这样的特别想有这样的经历 然后这么好几年包括在特会里面还有以前去退休会 然后我都就是挺想经历到这样一种 而且以前也就是刘师母也有在退休会里面讲过说他以前也特别想有这种被圣灵充满经历 然后也是去了很多地方 但是我也是就是有好几次特会里面 但是都没有都没有机会经历到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就说还是肯不得心不够或者之类的 然后这一次刘师母过来 因为题目就叫经历神特会 所以说应该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这次正好大家知道我刚刚生小宝宝 然后就是一开始我都没有想说去参加这个特会 有没有报名 后面是周六的时候就是去了一下 然后周六晚上是就是就是关于圣灵的一个专题 然后我当时就提前走掉了 就是然后后面周日早上来的时候 就是就是结束之后有师母给大家祷告 然后我就当时就 就我当时就听小组的姐妹说到前面一个晚上 他们的经历就是说他们当天特别就是那个晚上特别有得着 然后有几个就好几个经历里面都有经历到这样的就是神的恩典 然后我当时就从心里特别的就是那种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我一直想要这样一个经历 但是因为我自己对神的心情不够 然后就错过了这样一次机会 因为那些那些小组的姐妹都是平时跟我特别近的 然后我也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 而且我很为他们高兴 但是我就是说感觉我自己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就特别的特别的后悔 但是本来本来那一天就是聚会结束以后 刘师母祷告的时候我本来也是准备就是提前走调 然后我想说好像也没有什么 但是后来就是小组的弟兄姐妹就跟我描述了前一天的那个经历 我当时就觉得说就是一方面特别后悔 一方面我就说那我就留下来让刘师母祷告吧 但是我也不确定就是那一天会不会有 然后现在想来就是觉得说我当时对神的信心还是不够 因为如果我真的想对神有信心的话 我应该坚信说神前一天晚上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那在周日早上也可以做 如果他怜悯我的话也可以让我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直到其实真正来说直到刘师母给我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都还是想说OK我很想有这种经历 但是我就想我就想说那神真的能够让我有这种经历吗 就是那种还是有一点疑惑 但是但是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就是主特别怜悯我 我是真的这么说 然后就是在刘师母祷告的时候我就当时一开始就觉得身体有点麻 后面就是我就把双手放在身旁就是那种握着拳头 就是有一点用力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听到好像是艾米姐妹或者就哪个姐妹在后面就跟我说说要放松 然后说后面反正就是有人就是扶着不要紧要放松 然后我当时把手放松了 然后就哭着倒在地上 就是就我感觉这个好像说起来特别神奇 因为我之前每次听别人讲这种经历 我也觉得说是真的吗 好像好像倒了也就是就是就我很想要 但是我真的无法想象 但是我觉得当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特别感谢主 而且我特别感谢他能够让我在就是第二 就主任那天上午仍然有机会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 虽然我前一天晚上就是提前走掉 但是第二天仍然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我真的特别感谢主 就是然后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经历对我最大影响 就是说我以前可能大家知道我是学物理的 然后可能想各种事情都会比较理性一点 当然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 我是特别相信 因为我觉得整个宇宙不可能是随机产生的 那么肯定有一位造物主 但是我对他可能更多的是理性的认识 就是没有那种感谢 没有那种很深的感受 或者说那种感性上认识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次经历之后 那我在跟别人谈论 就是对别人讲主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真的感受过他 那就像岳伯金里面说过去我奉文有礼 今日我亲眼见到你 感谢赞美